儿子偷带女朋友回家 妈妈听楼上传来奇奇怪怪的声音 一看 只见他抱着个假人 欲行不轨 儿子怎么还有这种癖好 气得彻底无语 但小帅对于人偶的爱 不是我们常人可以理解的 不顾众人看嘲笑的目光 坚持做自己 请女神喝早晨的第一杯咖啡 做他唯一的宝 小帅并不是傻了 因为人偶其实是穿越千年 或真价时的美人 刚入职的小帅看到有位女子 掉落水中 急忙跳下去救人 结果一抱上来 自己都乐了 他竟然救了个木头假人 设计师说这是公司 高价请来的展品 刚好一起扛回去 回去的路上 小帅给展品擦拭项链 却没注意到 他一整个大便活人 露出幸福满足的笑容 很快又恢复正常 虽说是个假人 但他还是忍不住 上下打量 原因无他 这实在太漂亮 太过真实了 甚至没忍住 还偷亲了一口 随后一边感慨自己 是个大变态 一边解下展品的项链 请客间 他有了灵动的生命力 小帅被吓傻 摊上这事 是个人都要吓得掉魂 更别说 对方口口声声叫自己殿下 该不会被冤魂缠上了吧 直到小美将手伸过去 这温暖的触感 才让她打消了疑虑 但小帅根本不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 有见过这位美女 小帅惊了 原来传言是真的 这是一千年前 广为流传的故事 王子爱上了农家女 不顾皇后的反对 坚持要娶她为妻 但在桥上 被士兵们伏击 拦住去路 皇后邪无事赶来 突然大发慈悲的 要送上宝石项链 小美本想拒绝 但王子觉得 这是母后的一番心意 也是对她的认可 亲自给她戴上 但皇后怎么可能 真的送上祝福 项链拥有魔法 心爱的女孩 就这样化作了木桶 如果要破解咒语 需要过上一千年 再次遇上真爱 方可破解 千年时光 对小美来说 转瞬即逝 她的记忆 永远停留在那一刻 小帅想告诉她 这是个新时代 拿出个灭火器 展示一番 小美没反应 直接被吓晕 醒来后 小帅继续说 自己并非王子 我还不在意 我仍然爱你 我认为你仍然在震怒 永远永远永远 母胎单身的小帅 被这大胆的告白给惊到 而千年前的巫师 这些年也没闲着 靠着小美的展览声音 发家致富 算盘打的叮当响 她在千年前 就想将小美拒为己有 等她变成木头人后 便一直待在身边 只等她恢复人生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小美不仅提前 破除了魔咒 还换上现代装 和小帅一起压马路 吃起东西来 连包装纸都不放过 真奶骨早傻白甜代表 虽然时隔千年 但两人在一起 总能碰撞出 愉悦甜蜜的火花 小美的一举一动 也总能让小帅 止不住地怦然心动 她看到一家俱乐部 排着长龙 想进去凑热闹 但小帅说 她只服务体面的有钱人 保安从不让她进去 没想到 对方一见小美 便被她天然高贵的气质所吸引 主动让两人进去跳舞 小美在卫生间 好奇地看女士 在嘴上涂抹颜料 对方递过去教她使用 眼光四射的小美 和小帅在舞池中 热情摇摆 但她发现自己 还是更喜欢优雅的舞蹈 微微下蹲 伸出手臂 和小帅一起旋转跳跃 迷醉的音乐 暧昧的气氛 一种无言的默契 在两人间蔓延 这是专属他们的浪漫 舞弊 小帅将她抱下车 偷偷返回家中 漂亮的房子 新奇的家具 小美对一切都感到 都陌生又兴奋 看到相片 还以为是彰化 不禁又想念起家人 但她明白千年过去 能重新回到王子身边 已数不易 牵着她的手 安心睡去 第二天一早 从不下厨的小帅 主动做起爱心早餐 但一上楼 发现小美又变成了木头 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不知所措 而真相是 小美泡完澡 看到一旁的项链 出于爱美之心 重新带了回去 小帅尝试给她做心肺复苏 见无效后 抱头思索 这一幕恰巧被老妈看见 产生了误会 怀疑自己儿子好练肺了 小帅不甘心 带着小美到处约会 希望能找到 让她复活的方法 但一天下来 毫无收获 心灰意冷之下 将小美送回了仓库 设计师看到 她脖子上的项链 觉得很有意思 取下来 给自己戴上 孤芳自赏时 小美再次醒了过来 赶紧拿起衣服 去找小帅 当她忙完成回来 看到神圣叨叨的设计师 得知小美又活过来了 忍不住和她分享了 昨天的奇妙经历 对方听完 不仅没有当她是疯子 反而羡慕他们的爱情 担心小美会被 巫师的手下看到 赶紧出去寻人 在商场里乱逛的小美 正巧被这三胸贵发现 立即躲闪 甩开几人 为了不被发现 还特意做了造型 换了形透 不得不说 颇有几分 好莱坞女神的气质 谁看了都得迷糊 得知消息的巫师 这才发现 王子竟然也转世了 等待了千年 难道要被截活 于是心生歹念 要置小帅于死地 弓箭射不准 便扔花盆 小帅也察觉出一样 拼命躲避追杀 小美看到有人 要对自己的王子不利 开着赛车冲去 接小帅上车 将巫师撞了个四脚朝天 但又杀不住车 一路开回了家 巫师气急败坏 让手下跟踪设计师 找到小帅家 小帅也知道 迟早会被找上门来 收拾衣服 要带小美离开 但还是晚了一步 巫师带着警察找上门来 说他盗窃自己的私人展品 将小帅抓起来 自己则用项链 将小美重新变为木头 小帅终于发现了这个奥秘 但现在没人肯信 为了防止小美再生意外 巫师让人严加看守 小帅也在牢狱中 不得脱身 脑海里不断回想起 和小美经历的种种美好 为自己的无计可施 感到难过不已 最后还是善良的设计师 将自己乔装成警官 把他给救出去 盛大的展览 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小帅也成功混入其中 舞台表演进行得很顺利 可当设计师一出来 一切都变为了 小帅以王子的身份 返回舞台 巫师一看不对 上台要将小美带走 于是巫师提出 用基建宫廷竞争 但他毕竟是千年前的人 打得小帅毫无招架之力 设计师便不断使坏 还用魔法攻击 助小帅一臂之力 小帅深情地取下小美的项链 两人迫近重圆 但巫师也是个狠人 直接对群众开枪 威胁小帅交出人来 小美怕伤及无辜 选择跟他走 被他拽着上天台 坐上热气球 眼看小美要被带走 小帅不管不顾的 抓住绳子跳上去 拯救心爱的公主 偷袭巫师将他放倒 但又不忍心 真的痛下杀手 结果被反杀 小美抓起项链 许下诅咒 巫师终于也尝到了 变木头的滋味 但由于重心不稳 一不小心 从万丈高楼处摔下去 坠地瞬间 四分五裂 三胸贵还想着 拿胶水把他补起来 结果被垃圾车给收走 这就是坏人最后的下场 这部电影 年代久远 但剧情特效和人物 丝毫不比现在差 有没有小伙伴的童年记忆 有过正午剧场的陪伴 王子和公主的爱情 总是令人心生向往 也成为了我们的独鼠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